youtuber爱丽莎莎和羽球教练吕杰阳正在稳定交往中 近期她频繁上传了和男友一起去看车的现实动态 而两人心仪的车子是一台价值上百万的名车 日前爱丽莎莎发文表示自己打算卖掉六款名牌包 以此来筹钱买车 所以有网友猜测爱丽莎莎为了买车而卖包 应该是为了男友才做出的决定 因为先前她买房时曾透露自己不喜欢开车 因此房子都买在靠捷运站的地点 网友也劝告爱丽莎莎不要犯傻 为爱牺牲在买车方面 她的男友也应该出一份力 而不是一拳优他一个人付出 对此爱丽莎莎亲自发文回应 她一言自从恋爱之后就觉得 有车子的话两人出行就很方便 可以一起去很多地方 她也强调自己目前不缺钱 卖掉包包只是想让手头更加宽裕 而且自己一直有太旧迎新的习惯 毕竟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